先从加拿大温哥华转机到多伦多 抵达多伦多机场后先去查看转机立马的登机门 前往多伦多非立马的后机室 家行提供的晚餐还OK? 抵达立马机场但是我的行李被家行弄丢了 填写资料申报行李遗失 见到ATM提领现金每家银行手续费不同 搭上接驳车前往停机坪 现在准备登机 伊基托斯位于亚马逊雨林的深处 没有陆路交通只能搭机前往 南美航空Ladon Airlines的机舱 从立马起飞前往伊基托斯 途中会经过亚马逊河的源头安地斯山脉 班机准备降落 从机舱窗户俯瞰原始的地貌 亚马逊河流域的大小支流 广袤的丛林 以及和尚的小房子 放眼望去都是密密麻麻地矮的平房 降落伊基托斯伊基托斯的机场 看着眼前的景色 我真的来到亚马逊雨林了 我的班机是后面那一台Ladon Airlines 南美航空从立马到伊基托斯 看见一台水上飞机 从停机坪走到伊基托斯机场的航下 密鲁亚马逊雨林最大的城市 伊基托斯的机场 真的很无奈 第一次来南美 行李就被航空公司弄丢了 带着沮丧的心情离开机场 看嘟嘟车夫谈好价钱 密鲁太阳币十块收 现在我只有随身行李和一袋零食 哇好酷哦 旁边一台公车 没有门 人就站在门边 一基托斯的市区 好多这类由机车改装的嘟嘟车 上面都有屋檐可以遮风避雨 真是超傻眼 我预定好的旅店竟然停止营业 好心的嘟嘟车夫 替我问了隔壁的店家才知道 旅店的老板在市区还有另外一家店 老板竟然一个小时之后才会回来开门 坐了这么久的飞机又饿又累 只好放下我的随身行李和零食包 脱下厚重的外套坐在楼梯等老板 第一次来到遥远的南美 被航空公司弄丢了行李 又被旅店老板放鸽子 实在很无奈 旅店二楼有个小阳台 往外看出去右手边好像就是河岸 往左边看过去红色屋顶的房子 就是伊基托斯最著名的 对面楼下有一间餐厅 旁边有一间银行 终于等到旅店老板放好随身行李 又饿又累又渴 来到这间超市购买急需用品 小朋友的牙刷要十块二 物价不便宜 多分肥皂四块一 有牙刷也买得到漱口水 这间Los Pateles的超市 里面有一间餐厅 都是来吃点东西 又饿又渴 点了一杯马拉古亚百香果汁 选择吧台的座位 店员推荐我点了Wane 我点了餐来了 哇这是什么 饭团吗 剥开外面的饭 里面有一只小鸡腿 还有半颗水煮蛋 店员告诉我要用红洋葱和柠檬汁 做成的酸酱搭配的吃 Wane的味道很淡 搭配酸酱味道好多了 柜台的服务员看得我一直笑 因为他们很少看到东方的面孔 替他们拍一张照 记住他们亲切的笑脸 离开超市后 要先去买手机SIM卡 经过一间小摊车 不知道在卖什么 很多人在排队 哦原来是在卖一种 黄色的冰淇淋 不知道什么口味 老板说这个泡在水里 有鳞片状的果实 叫做阿瓜黑 鲜黄色的冰淇淋 不知道味道如何 买一只阿瓜黑冰淇淋 味道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心里还没找到 要先买一些夏天的衣服 先去逛逛 伊基多斯虽然是个雨林城市 在市区的主要街道上 还是有一些大型的卖场 这里展示了好多台 上面是瓦斯炉 下面是烤箱的炉具 电视和冰箱都有卖 但是选择不多 伊基多斯伊吉多斯 是秘鲁亚马逊 丛林地区最大的城市 人口约40万人 是洛雷托大区的省会 对面有几间电信行 过去看看 在这家电信行选择好了方案 也用护照注册了信卡 结果最终要付款的时候 老板竟然巧立名目 要多收我21块太阳币 我只愿意支付当初谈好的价钱 要不然就是退卡 来南美遇到的第三件倒霉事 遇到了这间黑心店家 我去找警察协助 绝对不能姑息这种欺骗观光客的商店 感谢这位女交警替我协调 成功注销了卡片 她也认为这个老板不诚实 到隔壁的店家买一样的方案 只需要支付卡片的费用 买好信卡后再去一趟超市 这间Los Pateles是伊基多斯 著名的超市 店内干净明亮 物品陈列整齐 但是可以选择的种类不算多 货架两旁陈列的是 Letche 牛奶罐头 这里没有贩售鲜乳 后天要进丛林 我的行李箱没有来 要先买好防蚊液 进入丛林后就没有任何商店 所以要将洗漱用品买好 要保管好三天内 生活日用品的收据 以利后续理赔 再到超市的餐厅找点东西吃 点了一份色彩缤纷的蛋糕 上面是果冻 中间是慕斯 这里面是蛋糕 转了三趟飞机 折腾了几天 该回旅店休息了 经过伊基多斯的教堂 门还开着 伊基多斯河岸边的公园 晚上也很明亮 抵达南美的第一天 就经历一波三折 所幸的事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希望从明天开始 使一切平安顺利 一切平安顺利 一切平安顺利